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变成了一个人生的工具似的那种 我遇见耶稣是在 昨天晚上我谈到 是在奈米营里 在巴黎 然后后来就是被他的爱吸引 然后后来就是借着读圣经 我信耶稣真正信进去 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耶稣 我就知道这个人 不是个凡人 就像耶稣自己说的 我不属于你们这个世界 我从天父那里来 进入这个世界 我还要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天父那里去 我就发现他真的是这么一个 上帝的儿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信了 那信了以后 信就是不是弄明白 这个差别很大 我们很多的时候理解 我问一些朋友 我问你信不信 他说我还不信 我还不能信 我说你为什么不能信 他说我还没明白 我就跟他讲 不明白跟不信是两回事 你什么叫信吗 信就是恰恰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不信 那叫信 所以我一跟他讲 我说你不是不信 你是不明白 甚至有的人 我一看他的眼神 我就知道 我说其实你已经信了 你自己不晓得 你只是不明白 我说跟你说实话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能把神全都明白 我能把圣经都明白 我以前好讲这个见证 在普林斯顿 有一个神学家 他跟我说 圣经的问题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解答你 他研究一辈子圣经 我说那个蛇 被上帝咒诅 用肚皮走路 请问他以前怎么走路 他想了想说不知道 后来我就说 我说伊甸园 光创世纪前三章 这伊甸园里 我可以问十个问题 没有人能回答 上帝跟亚当对话 用什么语言 蛇跟夏娃对话 用什么语言 上帝是灵 他怎么用动物的皮 给亚当做衣服穿 他怎么取了一根肋骨 让他睡 他让亚当沉睡 然后取了一根肋骨 造了夏娃 那又没有打麻药 麻醉 怎么麻醉的 那个肋骨 怎么搓成一个夏娃的 搓成个女人的 当然你问更大的问题 那泥土怎么造人的 上帝那口气 怎么吹进去的 这些事情 你怎么能知道呢 所以隐秘的是属于神 我们人不可能都知道 所以明白跟信 是两回事 信就是平时感动 好 我心里有感动 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眼睛 这个心里的眼睛突然亮起来了 看见了我以前没看见的 我的心有平安了 有喜乐了 就是这神 是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所以那时候我信 那么信了以后 一下子就不一样 人生就感觉 那个就经历就不一样 所以我跟我太太 昨天其实我 我回来以后 我才突然意识到 昨天晚上我讲的时候 我只讲了前半部分 我刚刚太太怎么打架报离婚 没有讲后半部分 信了主怎么和好 昨天没有讲完全 那后来信了主 我们俩也不打了 也不闹了 也不离婚了 而当年在北京 劝我们不要离婚的那些人 后来都离婚了 最近这二十年 中国变化巨大 我信主二十年 在主力不断地 这个 捷径自己 不断地 提升自己 没想到我的同学们 这二十年越来越 怎么说 又不能说堕落 就是 就真的是走不同的路 不同的路 有了信仰 我就一直 我们家 走的是一个 被神保守 这么一个祝福的路 而那些同学朋友们 原来他们的素质 都比我们好 比我跟我太太好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的性情 也比我们好 也比我们谦卑 真的是原来都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闹离婚 他们来劝我们 但是经过这二十年的巨变 中国真的是物质腾飞 这个精神信仰 是一片荒芜 真的走不同的 我特别感谢神 这一九八九年 能把我赶出来 放到难民营里 把我打碎 让我得到耶稣 真是至宝 胜过得到大学教授的学位 那个地位 胜过得亿万富翁 当然了 亿万富翁也很好 信任主也很好 我的一些同学 真的现在在国内也好财了 但是你知道吗 家破人吗 家破人吗 因为没有信仰 当然 其中有一个同学 他在纽约来 全家 正好我不到会 信得住了 胡召 一甲子都走出来了 他也是赚了很多钱 我说多好 又有钱 又有主 多好 从神而来的祝福 使人富足 却不带着忧虑 这圣经的应许 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 或者你没有神 你今生可以有成就 有地位 有什么 好多好多 但是你没有主 你知道吗 那些都是像尘土 像尘土一样 一阵风就挂走 但是如果有人主 你身边的尘土 都会成为金子 点石成金 感谢主 你看我的太太 还是原来那个太太 我也是原来的 但是 改变了 点石成金了 还是原来那个 但是就是因为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了 这个家庭就改变了 感谢神 这个耶稣真是有巨大的能力 这个信仰是有能力的 如果只是理论 讲这个什么三个一体 什么争来争去 那些东西 最后一定要归结到 耶稣基督这里了 得生命 耶稣说 你们查考圣经 以为里面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然而 注意 然而 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完了 你讲的偷偷知道 那是宗教 那不是信仰 但是你到耶稣这里来 宗教就变成了信仰 走出宗教 走进信仰 走进主 你得到的不是知识 你得到的是生命 哈利路亚 让那个家庭受益 自己受益 孩子 后代都受益